你好 歡迎收看6月2號大台東地方新聞 我是律惠 台東池上香2號舉行的 慶豐部落聚會所動土典禮 完成了一部落一聚會所的願景 興建工程是由鄉公所出資180萬元購地 再配合中央及地方補助款 工程總計費達1140萬元 預計在明年初可以完工 提供部落族人記憶聚會 還有文化健康站來使用 9個部落第9個聚會所 好像九公閣拼滿了 這最後一片部落聚會所的拼圖 是池上香慶豐部落族人 盼望多年的心願 如今不僅期盼成真 池上香也完成了 一部落一聚會所的願景 很久就在旗台有 有這個機會 人家祈禮 對這裡要好理真好 慶豐部落原住民人口約150多人 占全村人口五分之一 過去沒有聚會所空間 因此每逢慶典祭儀時 只能借用村辦公室前的 私人土地搭設帳篷 在空間水電的使用上 都處處受限 提水啦 搬桌椅啦 那類似的 都不方便 我們都從演出那邊載那個 地下的那個地 不是我們慶豐部落的 而是大泡國小的 地上物財是我們慶豐部落的 至於我們村農村民 將聚或是開會 都諸多不便 而興建聚會所面臨最大的難關 就是土地取得 鄉公所是採用直接購地的方式解決 像過幼財產署 有償博用土地180萬 並爭取到中央及地方的經費補助 順利在2號上午 舉辦慶豐部落聚會所動土典禮 後來將提供祭儀聚會 及文化健康站使用 開地平安 功成順利 社區照顧的一個典範 所以聚會所就非常重要 那我們希望能夠在這裡 打造屬於也擁有 台東特色的長照文化 我們原住民的舞蹈 我們有時候在辦活動 都在這邊 興建慶豐部落聚會所 經臨台九線 彩協屋頂設計 結合原住民風格圖騰 並搭配現地側邊 規劃文件站教室 廚房及無障礙廁所 預計將在明年初完工 讓池上九個原住民部落 都有自己的聚會所 記者社會池上相報導